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我是马骨 休斯顿火箭队在今年夏天以3年4100万美元的合约 延揽了克里斯汀·乌德 算是终于给了这个在联盟打滚4年 而且表现不差的大个子一个公道 乌德的母亲在怀她时 就不止一次告诉她姐姐说 克里斯汀会成为NBA球员 而且会长得很高大 很英俊 也如同母亲说的一样 乌德在她7岁时长得已经比同龄的孩子还要高上许多 妈妈买了一个篮球架就这么摆在家中庭院 乌德的姐姐说 从那之后我好像无时无刻都听得到运求声 在学校要写我的志愿 又或是被师长问到未来想要做什么时 乌德也总是二话不说的说 职业篮球员 如果接着问她第二选项的时候 乌德会完全答不出来 因为对她来说篮球就是一切 NBA就是唯一的目标 每年的NBA选秀 总是充满着怀抱着梦想的年轻人在电视机前面 又或是被邀请到现场等着唱名 克里斯汀汀也不例外 她刚在大学二年级角出了16分10篮板 还有要将近三个主攻 即对于大客人来说 算是挺优异的3×3分球命中率 就算身处的是一间不大的小学校 但是这样的数据加上6尺11吋的身材 及7尺2吋的臂展 怎么看至少都还是会有球队愿意赌上一把吧 在2015年的选秀 乌德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入选 出下了知名饭店的酒吧 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们 在选秀会前就开始大肆庆祝 毕竟这天是她重获新生 开始新生活的一天 重原Carl Anthony Taos 防演D'Andre Russell 自己大学实习的好搭档Russia Vangert 在第17顺位 然后第30次顺位Kavan Looney 看到自己首轮没入选的乌德 并不太担心 还发了推特说 等着我的名字被唱名 别为我担心 我是目前还没被选中的球员中最大的竞争者 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乌德没有受到任何球团的信赖 他的选球前被预测落点 或是在首轮末或是二轮初入选 但他还是没有被挑中 这让他绝望不已 乌德跟母亲说 对不起 我失败了 我让你失望了 母亲看着他用温暖的语气说着 你并没有失败 上帝为你制定了其他的计划 你只需要抬起头 挺起胸 擦干眼泪 重新出发 一切都会没事的 但是更绝望的事情还在后头 选秀结束后 乌德送女友去机场后 再也联络不到他的女友了 网络上的人们说着 乌德不应该这么早出来参加选秀 乌德的条件并不优异 等各式各样的批评声让 乌德落选低头掩面的照片 也在网络上疯狂转载 他的姐姐也将照片拿给他看 并且难过的落下来来 这个眼泪让乌德印象深刻 不让家人伤心 也成了他未来努力的动力之一 落选后的夏天 休斯顿火箭队给了乌德 无保障的夏季联赛合约 可惜的 没能进入开季名单 几个月后 还在相信过程的 费城76人队签下了乌德 他那年虽然只输赛了17场球 但在发展联盟的表现相当的俗色 平均可以有17分 但在NBA中 场均仅有8分多钟的上场时间 可想而知 就算在这样的76人队中 他也并不是个重要的角色 合约到期后 球队也没有再和他续约 这年最令乌德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他职业生涯第8场球赛 那场球赛是76人队 对上雷霆队的比赛 Kevin Durant 是乌德最喜欢的NBA球员 乌德还记得 他和KD在场上对到位时 兴奋得不得了 KD一脸稀松平常在看着他 而乌德则是像小球迷一样 用那种 哇是Kevin Durant的那种表情 看着他 76人虽然输球了 但是乌德搅出了第一次的双位数得分表现 让他在偶像面前没有肉系 赛季结束后 转额和黄鹏的前约 也是在球队与发展联盟间游走 整个赛季也仅出赛13场 每场8分钟 跟去年在76人相比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状态 但是在发展联盟的19分10篮板 即将近要三个的主攻比前一年好上不少 乌德还记得 他在黄蜂队时曾经遭到乔神怒吼 别让那家伙在你头上得分 这句话也让乌德在防守端更加努力 不过隔年 乌德完全没有在NBA出赛 他收到了CBA福建队的招募 而前往一强打拼 但连正式出赛的机会都没有等到 在磨合了三场热胜赛之后 马上被一部符合球队战力需求给释出 福建董事长说 乌德年纪太小 天赋还没完全发挥出来 言下之意就是嫌乌德不够强了 乌德回到美国后 再次的回到发展联盟 这次他缴出的成绩又再次的往上提升了一个档次 得分来到了23分 三分线也开始有建树 乌德说 被中国球队给释出激励了我 让我加倍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在结束发展联盟的赛季后 代表密尔瓦基参加夏季联赛 表现呢 缴出跟在发展联盟相差无几的成绩 也获得了公路球团的青睐入选的开机名单之中 虽然好不容易拼进了开机名单 但在强拳公路队的阵中是完完全全没有发挥空间的 也是发展联盟上上下下 虽然在发展联盟的成绩不停的往上进步 来到了载制级的29分 14篮板 4主攻 但在公路队阵中 还是只有一场均不到5分钟的出赛时间 出赛了13场球而已 从今末 公路队为了填补控球战力 而将乌德释出 转而签下的TeamBlazer 这年因为乌德跟智姆哥的身材几年龄相仿 所以他们常常在队内训练时是被放对的 乌德刚在发展联盟拿了40分后 智姆哥对着他说 嘿我看过了你的比赛 不知道你够不够好 乌德说 兄弟我会比你还要更好的 结果他们就一连进行了几场一对一比赛 乌德自己是说 有输有赢 旗鼓相当 但是真正的结果是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被公路释出后 上兵满赢再加上球队主战球星Ansoni Davis 吵着要离队的体肤队 将乌德给牵了下来 并且给予了他梦寐以求的发挥空间 虽然只有短短8场的时间 但是乌德缴出了平均17分 8篮板一主攻 这种堪称是联盟先发等级或以上的表现 当时人在体肤的Julius Randall说 很明显的乌德是准备好的家伙 他只是在等待一个这样的机会而已 而乌德本人也相当开心 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 我一直告诉自己及身边的人 我只是缺了一个机会 一旦有机会我会展现能力让大家看见 话虽如此 乌德也不在体肤队的未来蓝图之中 赛季结束后 成为了自由球员 转额和底特律活塞队签下了份底薪合约 到了活塞后的乌德 获得的发挥空间和以前大不相同 土地大前锋Black Griffin 因伤子出赛了18场 再加上球队季决定摆脱Andre Drummond的巨额合约 将他给教育区的克里夫兰 乌德成了汽车城最好的进区球员 和当初曾被誉为自己模板的John Hansen 扛起了活塞肌肉不胜的进区 乌德这年初赛了62场 远比前面三年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各项数据上的表现也都是生涯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 乌德上场时间超过30分钟的比赛 他可以绞出平均23分10栏百一主攻的成绩 证明着只要有表现的空间 他都能够打出成绩 然而却在乌德拥有越来越多上场时间 站得越来越稳的同时 影响全世界的肺炎疫情就这么的爆发了开来 NBA也难以倖免 Rudy Goldberg成了亚垦联盟的最后一根稻草 乌德在这个时候也染疫了 当时他真的低落到不行 乌德说 我跟上帝说不能够这样对我 好不容易打出了最棒的赛季 却发生了这种事情 感觉像是得了流感 但是是严重个数百倍的那种 有那么些时间 我觉得自己像是要死掉了一样 随着时间的进行 乌德慢慢的康复 NBA也顺利复赛 球赛期 乌德信心满满的等着火塞来看自己续约 火塞是续了 但是是利用先签扑管的方式 将他给交易去的休斯洞火箭队 三年4100万的合约 比当初排在他前头大多数的球员都还要多上许多 之后 乌4就像是乌德的新东家火箭 这个名字一样 直直的向上冲刺 乌德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的神迹是 23分11篮板一助攻一超级两主攻 这种超级全能常人的成绩 如果把名字遮起来 我还以为是Anthony Davis呢 乌德能力能外的伸手 柔软的防袖手感 再加上火箭队两名后场指挥官 John Wall及James Harden 都拥有相当优异的视野及传球能力 让他打得更加如鱼得水 好啦 捡到一半Harden就被送去篮网队啦 乌德说 还不够 我的目标是成为全明星 成为联盟中最强的球员之一 很多在我之前被调中的球员都不在联盟了 我在发展联盟上上下下 我去了CBA被嫌不够强 但是我现在还在这里 我还在NBA 乌德其实一直都有能力 从几年前就看他只要有上场时间 都能够搅出相对应的成绩单 就跟他自己说的一样 缺少的就是个机会 而如今机会真的降临了 他也稳稳的抓牢 今年他也才不过25岁而已 相信他的全明星目标是指日可待的 我是马虎 大家晚安